我小时候挺随大溜的 他还挺有个性的 对他没有任何的要求吗 对他 我只希望他按时完成作业 懂礼貌 我就这两点 但对于正常的普通人来说 都会觉得明星结婚生孩子 怎么能跟普通人结婚生孩子一样呢 啥不同 我还挺草率的呢 对啊 我就随便就接了 然后也没有办婚礼 也没拍婚纱照 对啊 然后随便就把孩子生回家 对一点都不讲究 对确实不讲究 我可不要不要自己那么累 对我来说 我自己小日子过得挺舒服就行了 然而对于演艺明星来说 小日子过得是否舒服 往往由不得自己 镜头与版面 让明星成为被消费的对象 不管是作品还是生活 你成为一个娱乐圈里面 还可以算得上是 就是时而风口浪尖的人 就是你就会经历各种 就是五花八门的评论 或者是赞扬 或者是逢刺 或者是挖苦这样的 然后有些也会超出 你想象的这种观点 你都可以看到 你这么能接受的是什么呢 讲老实话 现在又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 没有什么不可以接受 因为什么 我对于不可以接受的 我就屏蔽他们这样的 你都被离婚好几次了 你知道吗 在网友 对 我应该不算多的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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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每次都选择平静面对 好像没有特别及时反脸的 要解释什么 没事也没什么好解释的 但这个东西会对你本身内心 会有特别吗 我真的不会 不会不会 两个人感情好 高兴 愿意在一块是最重要的 外面怎么说什么的 说得再好什么的 两人不好 这才是大问题呢 最违背你本意的事情是什么 真的挺少的 因为你就把它绝缘了 什么 对 如果特别违背本意的话 我就特别礼貌的 就退让三尺 跟六尺像一样 让他三尺又何妨 对 让他三尺又何妨 简直是家训 然后我外婆就有一句家训 跟我妈妈 然后妈妈也跟我说 我说 四字家训是什么 能忍则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